三點三下午茶時間, 先喝杯茶吧 我是港式奶茶第四代傳人 亦是非物質文化為產, 代表性傳承人形詞 三十多年前就接觸到這個奶茶 一天最多喝十多杯奶茶 都是為你測試這個奶茶, 煲茶這個過程的味道 適不適合自己的要求 這個奶茶是一個茶餐廳, 其實是一個靈魂 最難的就是令你每天都喝到同樣的味道 港式奶茶最高難度就是喝 將煲茶的時間比喻人生 我們採用人生的三十歲左右 為最佳時間 用盒到口處的火候, 煮出茶葉本身的清香 這樣的茶鮮, 算一杯有生命的茶 撞茶這個過程就是要將這個茶味充分揮發出來 一個時間和一個高度 就是配合到這壺茶出來的效果 最重要是在這時候有很多蒸氣揮發了 這杯茶是神正的 我們才會在這裏傳統的奶茶藝藝 已經進入了大中小學校了 每次講課 都是將我釋出的 全部都给大家听 一个外国的老师 非常好 我心里真的太开心了 他会说好喝过咖啡 香港的茶餐厅 其实跟香港文化是一样的 茶餐厅里面 所有的中西菜式 结合在一起 这些看起来是很简单的组学 其实就是香港人的竞业 创新和包容的精神 我们创新是不忘盘 全城是不守旧 做了几十年茶 但你一定每一节做都很认真地做 很多人会问我 那你用一句话 可不可以说一下你对奶茶的热爱 我就告诉他 奶茶就是我第二生命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更多人了解和喜欢上 港式奶茶 港式饮食 将传统文化注入湾区的力量 更好地实现人民湾区的美口如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